咱们的词曲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咱们的词曲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 那我们感谢刚才赵博和同学 带给我们的关于他们在炼家HPS的实践的项目 然后也同时也为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在大数据分析处理 以及用的挖项方面的一些 下面的一个演讲的话也是关于买买买 但是不是买大的东西是买那些小的 我们平时每天都会买一些外卖啊这些 然后让我们尤其我们程序 他们在美团使用一起杯水 请欢迎 大家好我叫陈旭来自问美团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HBS在美团的使用情况 今天分享的话主要是包含三个方向 首先会介绍一下关于HBS的多出户在美团是如何落地实施的 七次会主要分享一下我们在使用MOV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是如何做的一些针对性的处理 最后的话主要是分享一下HBS的大创新隔离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多出户的事 在早期使用HBS版本的时候 美团这边主要还是采用这种多集群的方式来部署 针对一个业务线我们可能会补一个到多个集群 但是随着业务集中的数量逐渐增多 我们发现其实这种方式是非常不合格的 就是首先会带来很大的运维成本 因为就比如集群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两个人管理三十多个集群 这样光是主机电的滚动升级可能就会迭代很长时间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 每个集群之间的支援其实是做不到一个弹性的实用的 比如我们有的业务它可能是这种存储消耗性的支援集群 它的存储支援总量很大 但是计算支援总量就非常的低 而有些业务表现就恰恰相反 就是它的计算支援总量非常大 但是存储支援总量就变得非常的低 如果这两个性子的集群能够统一部署的话 那便可以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就是可以彼此使用对方的支援 就这种空间的支援 达到这种弹性互互的功能 基于这个我们是考虑调研HBase单机群的多数物隔离功能 HBase的支援使用其实从抽象层面来看的话可以概括成两种 一种就是比如用来处理数据查询 还有写录的这种计算支援 说白了其实就是这个RibonSource 另外一种就是处理数据存储的这个DN资源 就是DeathNob 目前针对计算支援隔离的话 社区是已经有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就是这个RS Group特性 我们在1.2.4版本的时候也是对这个特性做了一个引入 并且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定乎 整个RS Group的实现原理其实并不是十分的复杂 就是它的大概实现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按照一定的维度把RigonSource进行分主拆分 可能每个分主会对应一个具体的业务线 这个分主信息的维护的话 社区目前是通过一张RS Group表格来进行管理的 这点实现上可能美团跟社区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目前美团的话是直接把这个信息保存到JK里面 社区不建议采用JK 其实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原因的 就是如果是JK的话 建议只存住一些临时的这种顺态的对象信息 就它的主要功能是起到这种协调控制的功能 但是不建议用来做19层尊重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信息放到JK的话 其实是可以简化这个RS Group 在接入过程中的这个复杂度 因为Master启动的时候可以不必要去等待这个 RS Group表格处于这个online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分主的信息 分主信息确定之后呢我们是在建表的时候会引入一个这个新的扩展属性 通过这个扩展属性的话就可以形成表格到分主之间的这样一个映射的关系 当然这个属性也是我们后来自己定制的 目前社区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两个功能 最后的话主要是修改这个HPS的Bitance逻辑 在这种Rygan分配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映射关系 把表格的Rygan只分配到VIO分主对应的机器上 这样便可以实现一个计算支援隔离的效果 而针对纯组资源隔离的话 其实社区目前还是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美团这边的话主要是参考RS Group 开发了这个DN Group这个功能 其实它的这个整个实现原理跟RS Group还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首先会把这个DN资源进行一个分主拆分 通过一定的维度这样的话每个分主会对应一个具体的业务线 目前这个分主信息维护的话 我们这边主要是通过修改Hidoop的这个网络透明节目来实现的 就是我们会引入一个葛入本层级来作为这个分主信息 另外就是对每个文件HDMI的文件引入了一个新的扩展属性 这样通过这个扩展属性的话可以形成文件到分主之间的一个应册关系 由于HDMI本身对文件是提供扩展属性支持的 因此这个功能的话其实实现并不复杂 最后的话我们是修改了这个HDMI的副本增发规则 就是根据这个应设关系 在自行Block块分配的时候 把这个块值分配到文件对应的分主产品 这样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存储支援隔离的一个效果 其实除了存储支援和计算支援 HBase还有很多其他的特性需要考虑这个多住户的维度 比如这个replication还有logsplit这些功能 目前针对replication的话 美团主要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处理 首先它的多住户隔离可能需要考虑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的话就是这个replication source 还有一个是replication sync 社区原生的replication sync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针对每一个带同步的这个peer cluster集群 就是原集群的所有replication server这边 都会创建这样一个replication source对象 或者同步相关的hlog到目边集群 这样处理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原集群可能会存在很多的业务分主 但是需要打通这个replication关系的可能只是个别的业务线 需要有这个同步的功能 这样的话其实你看就是有一些业务分主 它不需要这个replication特性 但是它依然会需要创建这个replication source 这个实力 成为这个replication server的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就额外的复合 而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主要避免方法就是在创建replication source的时候 对这个分主做一个过滤的处理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筛选replication sync的时候 社区默认的实现是这样 就是它会在目边集群随机筛选一定比例的replication server 来作为replication sync 但是这样筛选出来的这个节点 有可能也是不属于当前的业务分主 这样就是不同的业务分主在使用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不好的节点影响 针对这块的话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这样一个过滤处理 就是如果这个节点不属于目标业务分主 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把它加入到这个筛选目标里面 其实说白主要就是对分主的信息进行一个过滤和考量 那么这个分主的信息是怎么样确定的呢 我们这边主要是通过这个约束plid的命名规则来实现 我们会把plid命名成这样一个格式 就是它会包含四部分的信息 这个group的话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固定的关键字 就是如果plid里面有这个group 那么表示这个replication 它是需要考虑多入口维度的 而这个source是一个变量 它就是用来表示 我是从原集群的哪个分主 把数据通过到目标级去 而这个target是另外一个变量 就是表示我把原集群的数据 是通过到目标集群的哪一个分主上面 而这个index的话 就是用来确定这个peerID的唯一的一个说影 因为不同的集群 它可能这个分主信息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需要index来区分不同的peerID 这样通过这个peerID我就可以知道 我这个replication是从原集群的哪一个分主 通过到目标集群的哪一个分主 这样如果相关的这根sower 不属于我这个右线的话 那么就没有必要 筛选replication source或者replication sync 达到这样一个多路互隔离的一个效果 集合以上几种方式的支援隔离 目前我们的集群是具备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首先我们集群可以支持ego分主 比如我们有些业务它非常敏感 可能我们会采用一些SSD的机型 而且其他比如离线的一些业务 我们会采用sata 同时还能保证明感业务 它的这些机器支援是不够被其他业务使用的 就是可以实现多集群 部署方式一样的特性一样的功能 同时我们的集群还可以支持 资源的这种弹性分配使用 比如之前所提到的我们有些机群 它是计算小号型 而有些机群是存储小号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部分机器的存储支援 划分给glooperA 而把它的计算支援划分给glooperB 达到这种支援的一个弹性互 从而集成出更多的机器支援 另外在使用nsglooper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并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个相应的修复处理 目前这个功能的话已经提交给社区 其中比较重要的应该是 就是第二个补兵可能会相对重要一些 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内相的 就是inner balance 它的工作逻辑会失效 就是整个集群会属于一个负载不均衡的状态 因此如果请nsglooper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相应的机肉 这里面就不详细说了 然后主要是介绍一下 美团这边有关对象总组 我们手做的一些调研 当时我们决定基于HPS来做对象总组的话 其实主要是有这样一个强须手来推动我们 就是目前我们的hidro主机群 每天大概会生产40万个作业 作业运行结束之后 会需要把这个日制文件上传到HDIS 便于后期的这种作业debug以及日制分析 40多万作业每天我们会生产 大概2亿多个这种日制小文件 这种小文件如果直接上传HDIS的话 就会产生这种就是可以恩恩的吞吐 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处理复合 照常的影响就是可能我这个周围也提交了 但是会出现这种日制不能debug的一个情况 因此我们考虑把这部分数据 就是2亿多的文件 转成到其他的一个传统媒介 比如通过HPS来传统 针对一些PVU比较大的这种数据 比如像图片或者是文档 如果直接成HDIS的话 其实是会产生这种非常强的写方案的效果 就是因为后期的整理跟拆分的频率 可能会变得非常的频繁 而对规避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社区也是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就是这个MOV的特性 我们同样是把这个功能集成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版本 其实这个特性的整个实现逻辑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它的整个路径大概是这样 就是客户端走进写数据 写说内存 内存达到一定预值之后会处罚一个Flash 但是Flash会生成两个文件 一个是手引文件 还有一个是数据文件 手引文件的话是通过这个线上的regen来进行托管的 而数据文件是通过这个 一线的regen进行管理 这样我后续的这个整理跟拆分的话 其实只包含数据文件 而不包含数据文件 这样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整个 磁盘iO的一个复合 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 其实这个MOV特性目前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在用的过程中也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踩了很多坑 就是比较棘手的话大概有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这个 就是MOV特性是目前只能兼容HVS默认的整理策略 就是defaultcompaction 你像我们很多表格 它其实是启用的这种stripe整理 而发现这种stripe整理跟MOV是完全不能兼容的 另外一个比较 就是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锁引文件的轻率跟数据文件的轻率 存在于一个不同步的现象 就是数据文件的轻率会优先于锁引文件 这样客户在查询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大量的这个 fianod font 一个ciples的这种提长 因为我查锁引 其实是能找到数据的 但是我通过锁引去找数据文件 就发现这个文件可能已经被散了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 它这个线下的数据文件 是通过hdfs的一个单一的目录来进行管理 而hdfs针对单个目录所能承载的这个文件数量 其实是有一个上限约束的 就是默认不能超过100万 而我们线上集群其实是很容易超过这个规模 一旦达到这个规模 所有人就跟serval的数据写入相失败 从而导致整个集群就是荡掉 我们在预上线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也是做了相应的一个修复处理 大概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 首先让所有文件的清理 放到数据文件之前来进行 这样我查询的时候 如果所有文件不在 那么数据文件肯定也是不存在的 而如果所有文件还在 那么能确保数据文件也是一定存在的 就不会存在这种 fianof font 另外针对离线的数据的话 我们是采用了多路径的一个传统支持 就是每天会生成一个HTMS的日期目录 然后把当天的数据文件保存到这个目录里 这样的话 一方面其实是可以解决这个 单个目录能承载的文件数量的问题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便于后期的这个 帽子数据的清理 这样清理过程中 其实我可以把整个过期的数据目录散掉 而不用便利所有的这个数据 HVL判断它的TVL数据过去 这样清理过程其实也得到一个加数的过程 针对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也提了一些相应的固定资议到社区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目前社区这几个固定还没有接收 如果大家在使用MOV的时候 予以见过相应的问题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相应的参考 最后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HVL有关大查询隔离的方案 在美团做一些处理 美团这边很多HVL业务场景 其实是就是实时跟离线 离线混布的情况比较偏多一些 就是通过观察线上集群 我们发现就是当 这种离线的大查询比较多的时候 会导致原本查询很快的这种 比如死死的get跟put 它的时间响应也会非常的慢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gstack 发现其实这个hundle的支援 是绝大部分被离线的大查询所占据 导致这个实时查询进入了一个排队等待 因此需要有这样一个功能 来限制大查询能够使用的hundle支援 目前美团这边就是常见的大查询的话 主要是有这样几种 一种之就是这种离线的批处理操作 比如很多就是前面上标 另外一种就是涉及到写处理器的一些 具合操作 比如像菲尼克斯的group y 等等这些特性 这些查询的话 其实有一个普遍的特性 就是它可能时间的响应 并不是特别敏感 你只需要在指定时间段之内 把这个数据结果给我反过就可以 但是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算计这个查询支援 导致其他一些实时查询 获取不到hundle 从而产生这种就是 刚才已经提到的这种效果 就是普通查询进入排队等待 影响实验 目前针对大查询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个 猜对列的事项 来去做一个隔离处理 就是针对所有的大查询请求 我们会录入到一个单独的队列里面 然后为这个队列绑定一组固定的hundle支援 这样当hundle使用达满之后 其实这个大查询就会进入一个排队等待 但是不会影响其他队列的一个知情 从而去限制这个大查询能够使用的支援 另外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就是 什么样的请求 我整个压去判断它是一个大查询 并把它录入到这个队列里面 目前我们判断机制的话 其实主要是有这样三种 一种是客户端它已经显示声明 我这个史看就是一个大查询 通过给史看传递一个cadio 就是设置这样一个属性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执行史看的过程中 它没有声明这个start key和and key 就是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旋转扫描 第三种情况就是执行scan next的次数 已经超过了就是我们规定的预值 比如我们现在设置的是20次 如果你执行超过20次的scan next 那我们同样认为这是一个大查询的处理 把它录入到单纯队列里面 目前这个功能在线上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就是我们新加压车也做了一个比对 比如这里面09这台机器的话 我们启用了隔离功能 可以限制到这个cpu的支援 可以控制在40%之内 而其他机器因为没有隔离这个特性 就出现了这种cpu被打爆的可能性 我今天其实主要分享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就是三个方向 感谢大家 咱们 接下来的提问十年 麻烦一下 您要求您的评论 您是在客户端里面或者在服务下 这个识别是在服务端其中 对 这个信息会传递到乌端 就是你执行史刊材和赤鲁这个乌端是可以清控的 它会轻易到其他的点 轻易到其他点 这个那就会到初始的状态 可能史刊材的成为变成异了 如果换成别的这种骚扰 没有问题 就刚才已经说了MOB 因为有出力量的问题 但比如说我把这个最像层谱 就直接放在这个inbase的share里 然后只有大于10兆 或者是只有大于10兆 才放在MOB 这样的话它MOB的压力不就小多了吗 只有大于10兆放入HBase里 对 其实就是MOB本身它也是有一些使用建议 就是100倍到10兆之间的数据 如果大于10兆的话 其实是不建议存储到HBase里面 因为这种就是机器的问题是非常平大 那比如说反正就是大为1兆的 放在MOB 那这样的话它数目也会大点减少 对于你的需求 对就是MOB本身这个特性 它是有一个预值参数的 就是你定义两核的时候 可以对这个预值进行设置 比如说大于多大的数据 从MOB的特性来处理 如果小于这个预值的话 其实走的还是之前的许多国际 就不会有这种美式弗纳 产生两个文件的这种形容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这种对象存储 除了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就是用这HBase 就是MOB这个信的 还有就是可能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就像FAST-DF-DS 还有CWID-DF-FS 之类的 不知道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或者说选择了这一套计则方案 其实就是比如我们这个需求 是YARROP的程度 当时选择方案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S3 但是当时考虑的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数据可能不光是数据 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原数据信息 比如你这个数据的ID 以及NOW的ID 如果这些信息你通过S3来选的话 那是就没有一个关联关系存储 在HBase的话是通过 是可以实践的功能 就不光纯数据 你可以存其他的原数据进去 你好 您这个业组的设计 就是这个 您这个业组的设计 就是这个业组的设计 就是这个业组的设计 就是根据业务需求 如果它比如有些数据是比较小的 而有些数据是比较大的 那就可以设计成两个column family 针对这个数据量比较大的column family 我启用MV的特性 就是针对这个MV特性 是CS例如的 不是整个表例如的 可以针对具体的列图去启用 对 那老师你好 我就问一个吧 您那里面没有讲的 你提了一句说 你们公司很多地方 在用Strive放拍的现象吗 是 这个能给我们讲一讲 因为我知道 其实大部分人没有开过这个车型 那个车型早上来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用过 能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开这个车型 要开的时候主要有什么好处 对 就是Strive放拍的 你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这个车型 其实我们当时决定 启用Strive的话 主要是有这样一个考量 就是 我们之前老伴们的机器人 很多表格的拆分预值设断比较大 就是可能 就是Riggan的拆分预值 比如设置成一个T 产生的后果就是 这个集群Riggan里面 会存在这种数据量 非常大的HVL 就是经过多次整理迭代之后 它的这个数据文件会非常大 由于就是原始就是默认的整理策略的话 它会优先选择一种数据量小的HVL进行整理 这样的话 我这个数据量比较大的HVL 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过期的数据 由于它没有差距整理的话 它依然会存在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数据冗余 而且我们插询的时候发现 就是针对比如超过20G的HVL 插询性能其实是非常慢 因为它的这个手引成绩会变得非常的多 这可能不是二级三级 可能是更多级 它能效果非常的慢 而Stribe的话 其实它是把这个Riggan 就是拆分成了这种力度更小的一个迷你Riggan 就是这个Stribe 其实Stribe可以实现跟Riggan 基本上相同的一个特性 它也可以拆分也可以整理 并且也是有一定的区间范围 这样的话可以一方面限制这个单个HVL的大小 另一方面就查询的时候可能也会更快一些 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就感谢陈俊你带来的演讲 由于现在时间很久充裕 让我们可以先休息15分钟 我们可以先休息15分钟 下一场的演讲 下一场的演讲 为什么把这些人认有没有什么 他们都在休息15分钟 相当来这些人都可以 不可能被在休息的感觉 很多人都被感受到 但还有人都被感受到 你真正在休息15分钟 以前是个人都被感受到 拍照 我说这些人都被感受到 那呼吸到 你们都被感受到 是我的感受 只要是会更多的 我们能与面录 是唯家的 你都被感受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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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